大家好 我是香港 FPV 無人機業會的主席 你會見到今天我們出了來銅鑼灣的環境 我們帶大家看到一個美麗的景色 當然啦 我們這次跟大家說 是說FPV 的眼鏡 為何要上來這麼高 不是因為這麼高收得清 只不過是因為背景漂亮 去哪兒? 眼鏡方面反而不太複雜 因為眼鏡就算是你用的 例如我桌面上我們有準備了幾副眼鏡 這副是我自己最常用的眼鏡 它不是一個最新款的東西 它是一個由肥沙闖出的眼鏡 以前就算是比較獨屍一點 現在已經多了不同的品牌 出了不同類型的眼鏡 特別是我們亞洲人 可能會需要用一些比較適合亞洲人面型的眼鏡 會更加好 最近我們都會推薦一款叫SkyZone 不過眼鏡的東西有時候也要很配合大家的面型 可以在北京看看怎樣位置 可以即使讓 accent 製作與臀部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許多個方法都不同 有些人會覺得肥沙的外國人的尾琳 或者一個遍瓏就比較適合自己 Broken 又或者可能SkyZone 比較適合自己 exemplo 所以有時候的份顏 臀部比較適合 那麼你會看到眼鏡通常都會由幾個部份所做到的 例如這款肥沙的眼鏡 通常都要另外配置接收的模組 另外有天線 天線通常我們都會 最基本上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通常是一個孤形天線 一個是板形天線 板形是屬於指向性天線 指向的範圍相對會比較窄 但它們會比較遠 孤形天線就會有一個擴散型的接收 當然孤的牌子也會影響到接收的質素 如果在香港不是去到很遠的地方 只是一個普通空曠的地方來練習的話 其實一般孤形天線已經足夠 但如果有些人玩長距離競賽 如果它經常要飛得很遠 又或者它知道它自己要去到某個地方 要飛得特別遠的話 通常都會用板形天線 因為它可以收到比較遠距離的畫面 另外這裡你會看到我已經開了這個圖傳 圖傳上面 例如某些漂亮的牌子 它會告訴你現在是在走哪個channel 裡面無論你是在使用一些所謂的競速用的眼鏡 又或者是坊間一些相對便宜的headplay的眼鏡 例如這兩款 其實有些都是在說四五百元 可能這個是貴多少錢 可能是七百多元 它們都會有一個基本功能 就是它會有一個按鈕 是調教channel 以及調教band 就像剛才所說 只要你了解到band是什麼 channel是什麼 例如我們普遍出去玩的時候 我們會先選擇固定的RACE BAND 然後就會選擇相對應你自己的手機在使用哪個channel 例如是channel 1、channel 3、channel 6、channel 8 沒有其他幾個不能用 不過通常是我們普遍使用的channel 這次我們會以這部275的鏡頭用來示範 看看如何調教圖存 調教圖存其實很簡單 這次我們不用眼鏡 我們先用屏幕來示範 我經常用屏幕來使用 這個你會看到 這裡我們插了電線甲飛機 插了電線甲飛機 你會看到這裡是亮著兩眼燈的 一眼是藍燈 一眼是綠燈 不知道鏡頭看得清不清楚 好像這樣比較清楚 對了 上面那顆是RACE BAND 下面那顆是channel 你會看到由這邊數過來 第一顆將會是channel 1、2、3、4、5、6、7、8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現在顯示著 第四眼藍燈是代表BAND的話 下面那顆是channel的話 即是它現在是R3、channel 3 我們試試用這個來調教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裡顯示了 就是RACE 3 你看看 有畫面即是它連接成功 但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就算你不是用RACE 3 有機會你用其他BAND都會搜到這個頻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看這份表 你就會發現 其實有不同的BAND的channel 是有機會跟它相接近的 所以大家只要看清楚 在圖傳上面有沒有搞到適合的RACE BAND 因為如果RACE BAND不適合的話 你發送出來 你以為自己對對頻 到你飛遠了 為什麼又會沒有畫面呢? 才會發現原來你的BAND根本沒有調整 即是說可能是R3 可能是出了另一個頻也不頂 那就要注意了 好了,我們現在嘗試要轉頻 假設我們把它轉R8 輕按這顆 看到這裡會穿到最後一盒燈 現在已經轉了R8 所以你看看 原本調R3已經沒有畫面 只要我們調R8 你看 就有畫面 留意很多人剛剛玩的時候 他們不太清楚 為什麼摸到鏡頭這麼熱呢? 因為圖傳是一個會發熱的設備 特別是像這些圖傳 他們發送的功率只有25微火 已經不算熱了 如果你們用過一些 我們有機會來 像這些吧 比賽用的 是有機會會開到更大的功率 不過 現在通常比賽 大家都是用25微火 其實已經足夠了 有些人說 例如你要飛到特別遠 玩freestyle 那些人 他們有機會開到100 200 甚至是800微火 都不頂 當你出去外面玩的時候 特別是很多新朋友 或者是舊朋友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或者是剛剛參加比賽的人 他們會很心急地 例如想玩 他們就會不自覺地 幫飛機插著電 但是其實呢 因為你一插電的話 其實就會發送一些圖像出來的 你想想如果有人在現場 在飛或比賽中 突然之間 畫面被你刺進去 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所以養成一個習慣 去到一個地方 如果有看到其他師兄在飛 的話 打聲招呼 問一下 人家是用什麼頻道 是什麼頻譜 如果有些師兄都是新手 你試試用眼鏡上的功能 一個叫做搜尋劑 他們可以幫你找找 究竟這個師兄 究竟是玩了什麼頻道 你教他 你告訴他 其實大家知道自己玩什麼頻道 對於出去玩的時候 亦會有機會減少到意外 因為你也不想大家 例如突然飛飛一下 你一台很貴的機器 突然被人一插電 畫面又看不到 那這台機器就真的 真是炒落地了 那就再見了 所以養成一個好一點的習慣 去到先請教一下師兄 看看大家是什麼頻道 夾一夾頻道 然後一起玩 就好玩了 看完這一集 相信大家已經了解到 如何利用你的眼鏡和圖傳 進行連接 是不是已經很興奮 很想出去飛呢 下集我們出去外景 我們帶大家怎樣飛 下集見 拜拜 鏡頭要不要跟著 可以的